你好,我是去看话剧的特拉 曾经和阿加沙迷亲友去看过话剧《无人生还》 这次还是同样的亲友,同样的补暑器工作室 同样的阿加沙话剧,原告证人 这次是在上话看的 去之前在一家日式吧台装修爵士背景音乐的 很地道的川菜馆吃了个饭 还路过了一家附近很有风格的甜品店 这出话剧基本都是法庭的戏份 上话的舞台和剧场都比较浅 演员应该也都是用肉嗓表演的 就特别像是在真的旁观一次法庭裁决 加上传欢证人的时候 演员就是直接从观众席的入口进入剧场和舞台的 就真的非常身临其境 观剧体验极佳 演员们的功力不用说了 基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吧 而且这个剧本身就没有几个年轻人 演员们的台词好情绪也都非常饱满 看上版场的时候还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合理 看完才发现原来这些不合理的地方都是伏笔 总之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特别是去上话看 比之前在美齐的观看体验要好非常多 首帐的场景是羡慕的时候 拍了照片回来照着画的 关剧的中途 主角律师被证人猛泼冷水焦头烂额的时候 不知道谁的语音 出手来了一句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就还挺应景的 所以首帐里画的就是这个情境 好啦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